王沪宁平安落地,习近平话中有话,日前习近平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近期中共的宣传工作,做出肯定有美媒认为,这是放出王沪宁仍受重用的信号。 有消息称,掌管中共宣传系统的王沪宁,因在中美贸易战宣传导向上失误,在党内遇到了麻烦。 但依网友恩于习,遭整肃的几率不大广告,8月21日至22日,中共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中南海各种传闻高发的7月,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高调露面主持了这次宣传工作会议。 习近平在会议上说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宣传思想战线广大官员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不过习没有直接提及任何具体的问题。 外界认为习近平的言论,疑似对近期有关的回应,这也意味着王沪宁已经平安落地。 此前有传闻趁中共宣传系统吹嘘中国国力,引发贸易战王沪宁因此备受党内外指责。 美国之音24日刊发评论,趁习近平对近期宣传工作的肯定释放出王沪宁仍受重用并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信号。 海外媒体,自7月,其便纷纷报道愈演愈烈的美中贸易冲突,造成中共岛内的裂痕。 而王沪宁因为在中美贸易争端舆论导向,上的失误可能被挤,出全力圈美智库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甘斯德·Scott Kennedy对纽约时报说,中共高层误判了形势,没想到美国真打贸易战误判了形势的这些官员,可能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这些人。 包括中共首席理论家王沪宁,他帮助高层策划,来宣扬中共崛起的宣传基调。 路透社也报道,说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共内部出现分裂意识形态。 主管王沪宁成为针对的目标,他因宣传不当和过度夸大中国的实力,在党内陷入麻烦而此次的中共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王沪宁高调亮相,并主持会议,以及习近平对宣传工作的肯定,被认为有恩于习近平的王沪宁或平安落地。 此前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前确立核心地位,以及十九大后习思想写入党章,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都是出自王沪宁之首港媒评论。 说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一系列措施打虎拍赢,推行军改集权于一身但大规模反腐,树敌众多而王沪宁不但助习大权在握,还助习废除了中共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维席连任,铺平了道路。 另外,王沪宁与中美贸易战之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只是一个御用文人。 文宣系虽然做法过火但他也是听最高层指示做事,所以王沪宁遭整肃而下台的几率不大。 文宣verse 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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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though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